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幫助你和你家人 能夠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知道我們今天的題目是暗瘡 暗瘡有很多種 青春期的人也會生 成年人也會生 坊間有很多方法可以處理 有些人會用暗瘡膏 吃西藥 甚至乎吃鼻孕藥 袁醫生 在自然療法 或者同類療法方面是怎樣醫治的呢 在我們的過去 我們都遇過 或者處理過很多 暗瘡無病的病人 當然啦 離親找我們那些 通常都是妥為嚴重的 是的 整個臉都塞滿了暗瘡 塞滿了有出龍頭 或者是很痛的 或者背部都有的 通常是比較妥為嚴重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一般人遇到什麼問題也好 他通常都會去看看一般的西醫 我所謂對抗性醫療的西醫 一般人的用法通常會怎樣呢 一般西醫的手法通常都會查一些收斂性的潤滑藥 有些時候會查一些局部性的叫做RetinA 它是先查的 甚至乎是外查的抗生素 再嚴重些 就會外查的雷固醇 但是跟著都不行的時候 你都知道 有些人會用鼻癮 鼻癮 鼻癮 有時候大家都了解到 這些荷爾蒙藥其實是很危險的 也都解釋到 為什麼現在的女性 那麼多乳癌 子宮癌 子宮頸癌 其實和這些荷爾蒙藥很有關係的 但是我們過去都和大家分享過 現在過去很多時候 那些筋炎期的女性 就會用一些痴激素 或者黃體激素 她就以為可以保持清新 但是近年發現 原來這些全部都會導致你生癌的機會增加很多 所以很多人都開始 甚至不再用這些殺傷力那麼重的工具 開始走向自然醫療 那麼 也都有人 因為面部很多 就是很多暗瘡 有些濃脂 有些菌 那麼很多人就會用一些 除了外膚性 外用性的抗生素 會實際上用口服抗生素 那麼最後都不行 就用一種叫Accutane 是嗎 那Accutane 其實是一種 可以這樣說 是專門醫癌 暗瘡的一種篩藥 其實可以這樣說 它的表面的療效 都相當之高 那Accutane 它如何去治癌呢 它會阻止那些濃瘡的形成 那些洩人 那些分泌護膚 那些活 recognizing 那些分泌效果 瘤性分泌那些 餸體呢 將它收縮的 那當然 會讓我們那個塩 اد TH Panda 是� coaster 會氷的原nat 電腸中 它的项氷 治疗效果是非常之高的 可以说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个人都有见效 但是有这么高效率的药 为什么人们仍然不来找我们呢? 当然所有的西药 包括表面效果很强的西药 它的副作用必定是很大的 有些人用了这些服食Accutane之后 发现副作用包括令皮肤干 令到流鼻血、头痛、关節和肌肉肿痛 但是最危险的副作用 就是它可以导致胎儿有缺陷 你想想,这是一个妥严重的 如果小孩的脑袋是不良反应的时候 如果你是不小心的,是突然坏了人 你想想,如果小孩生出一个有缺陷的 或者是脑袋受损的小孩 其实是很严重的 但还有一件事发现 譬如有些人想,我也不想生小孩 但发现了,如果停药两个月之后 都怀孕,你都有机会 所以胎儿也会受影响 也会受影响 也不是在服食的时候 停药两个月之后 如果你怀孕也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通常如果你是 我叫子孕阻症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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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 就可能是要免用 除非自己用了一些避孕药 避孕的方法 即是很靠入避孕的方法 万一不小心, 坏了人的时候, 你就很可能要流产 人工流产, 因为这个很严重的问题 还有我们都间歇见到有些人用了这种 出现沮丧和精神上的毛病 有一个研究发现, 是一个Archives of Dermatology 在皮肤科的科学文献里面 他说这个药也可能导致骨骑松疏 所以背后的副作用是相当大 所以很多人用了之后, 发现自己皮肤很干 或者经常头痛, 关节肌肉痛 你都自然觉得不值得用这个方法 除了这种方法, 大家都听过过去有段时间很流行用果酸 可以使用皮肤护肤 其实是换肤, 确定把旧皮肤拿走 其实现在在西医的皮肤科里面 都有一种用酸的方法 来治疗这些所谓的暗瘡 他们通常用一种酸, 不是一般我们过去所认识的果酸 它一种叫Leveline 一种酸性物质 一种酸性物质 首先把皮肤的死皮清洗 用一个我叫Micro, 即是磨皮的方法 磨了之后, 然后涂一层酸性的液体 然后用蓝色的光来照灯 通常大概30分钟左右 然后用蓝色的光来照一种特别的蓝色光 企图刷死皮肤上的细菌 通常不是做一次, 可能要做几次 当然做了之后, 皮肤对阳光带人特别敏感 你塗一些所谓的防晒油 SPF45的防晒油 起码24小时要塗 否则皮肤可能很容易灼伤 这是一种西医皮肤科里面 会采用的方法 大家现在都知道 太阳油本身也是致皮肤癌的物质 所以其实种种的问题之下 令到很多人可以这样说 在逼不得意之下 其实都是用其他方法 其他方法里面 除了这些药物的西医方法 也有人去塗茶树油 大概5%浓度的茶树油 来当作一种处理方法 也有时候有些人去用一种特别的针 就是挑黑头的针 当然这个一定要有一个熟手的人 而且好好的用 如果自己用手指指 其实都挺大问题 第一,你的手指是最脏的 大家要了解 我们手里面经常使用洗手洗手 其实最重要是洗指甲下面那些脏的东西 因为人里面的身体最脏的部分 是我们的手指甲 所以如果人们遇到这些黑头 用手指去摘 其实是挺危险的 当然如果我们用一些特别的挑黑头针 经过特别的处理 消毒 应该是这样去处理它 除了这个方面 亦都有这种自然的工具 就是DMSO DMSO就是Diamatril-Sulfoxy 这个是一种溶液性很强的 对消炎的能力都很强的 亦都可以增加康复的 有些人就开始用这些这样的 有些浓瘡性的暗瘡 就用DMSO去用 但当然DMSO 一定要用一些很纯正的 不要用一些杂质多的工业用的 就比较麻烦 所以有些人就用了DMSO 这些是属于外敷性外用的方法 但一般来说 大家对暗瘡都不以为言 因为都挺普遍的 但当然有时候 暗瘡其实可能背后 是有一些挺严重的问题 被腎上腺酥 腎上腺的流肿 或者卵柴流肿 都可能导致这些问题 当然在这些情况之下 我们会出现其他的症状 包括那个旌旗 不定期 以及面部的面毛 是多了很多的 在这些情况之下 就不要只是当一种普通性的 暗瘡去处理 其实我们要好好地跟进 相信 说起暗瘡 大部分人都认识的 都不会说 这些暗瘡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暗瘡 黑头 龙头 大家都知道 因为是很普遍的 可以这么说 在大概乎12岁到44岁之间的人士里面 差不多可以说 80%都有经历过暗瘡 所以暗瘡处理 可以说皮肤科医生里面 是最常见的皮肤毛病 好 当然 刚才Diana 你也说了 暗瘡很多时候 就会在青春期 为什么呢 青春期的时候 我们身体内 荷尔蒙 制造的 痴激素 痴性 androgen 红性 红性 荷尔蒙 会比较 特别多了些 这些 androgen 这些 红性 激素 就会 刺激我们身体 那些 一种 carotene 是一种蛋白质的一种 和我们的 cebin 是一种 油脂 我们皮肤的油脂 那这个油脂 如果是 出得快 多过我们身体 能够 自己 自动排走 那很明显 会将我们的 毛囊 会失去 那会导致一块 一块 就是这些油脂 塞住了之后 就很容易 就惹到 那些 菌 可以这样说 那些菌 就被困在里面 生出 这些 暗瘡 所以黑头的形成 就是当我们的 这些 这样的 这个 油脂 就结合 皮肤的 黑色素 塞住 毛囊 就形成 我们所谓的 黑头 好了 那 如果我们下面的 油脂 如果是死皮 结得越来越多 那会出现 白头 是吧 严重一点的时候 当白头 越来越聚越多 那皮肤下 慢慢聚集起来 跟着爆出来 就出现 广泛性的 最后 就变成发炎 是 所以呢 很多人以为 暗瘡是因为 我们的人 不干净 是不是 打理得不好 那其实 不是的 很多时候 暗瘡的出现 反而是 我们是过分 来到 清洗我们 那个皮肤 所以 我们 皮肤里面 那个 线体 是过度弱 不是 是因为 打理得 不够好的 那 刚才我说 青春期的人 比较多 但是 除了青春期的人 之外 其实越来越多 成年人 都会开始有的 那 那 暗瘡多数 就是在面部 但是 也有时候 是上身 那部分 尤其是背部 但是 很多时候 成年人的暗瘡 比如二十多 三十岁的暗瘡 通常在下巴 和下额 那边 就比较多些 那 那 通常 这些成年人 这些暗瘡 一般上 都比较痛 那 也都有一些人 女性 尤其是 经前的 时间 暗瘡 就会突然之间爆发 那 很明显 那 荷尔蒙的冲击 我身体有很多 我们叫做 那个 那个 红性的 激素 尤其是在排卵的时间 但是 我们也知道 那个 那个 避孕药 是不是 曾经也说了 很多避孕药 避孕药本身 都非常之 有些 非常之 高的 那些 叫做 那个 那个 那些 那些 爆发的 那 还有一个原因 呢 会导致 那个 暗瘡 出现 原来 就是我们那个 念珠菌的问题 那 大家都知道 念珠菌是什么情况之后 很容易会引发 就是 那个 那个 三个条件之下 第一 就是 避孕药 第二 就是 抗生素的 濫溶 第三 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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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 本来很可能 都不是有 念珠菌的 那 但因为 医疗 用抗生素医疗 用 雷固醇医疗 之下 那个身体 就更爆发了 念珠菌真身的问题 那 念珠菌 就会令到 我们那个 肝 是会产生一些 不良的物质 对那个 对我们那个 身体的油脂 那些 最不良影响的物质 是我们干得 走出来的 那 也有些人说 其实我那个 暗瘡 是家族性遗传的 可能 他爸爸也有 是吧 那这个也是真的 但是你记住 遗传还遗传 遗传就不是说 没有得医 有些人经常想着 哎呀遗传的遗传的 他言下之意 因为遗传 所以是没有得医的 其实绝对不是 在同外疗法的经验里面 我们曾经 用同外疗法 医很多遗传病 包括蒙古症 大家都可能 都想象不到的 那 就算这些 是很典型的 是遗传有关的蒙古症 原来同外疗法 都可以帮助得到的 好了 那当然了 油脂性的皮肤 荷尔蒙的不平衡 每个月的 就是月经的周期 和那个念珠菌 这个问题 都会导致的 那当然了 除了这个之外 有其他的因素 譬如敏感 是 压力 很多人都说了 一工作压力 或者睡觉不够 受爆瘡 那就会有爆瘡 有多些 我们的病人里面 那就是 处理都很好 平复了 但是一到大学考试 那它就又爆一爆 那当然了 也有时候 用那些药物 我刚才所说 比如那些 铝固醇 那个 避孕药 还有 有些 原来是 Lithium Lithium 是一种什么药 是治疗抑郁症的药 精神科 那些 幻觉的药物 那有些人 用了这些 精神科药物 皮肤又爆得很差 那种一种的药物 就是抗经磊 比如发羊雕 在服食药物 那当然了 其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营养不良 我们的食物里面 太多的是饱和的脂肪 或者那个 那个 氧化的 那些 肥肪 还有 很多是动物类的饮食方法 那当然了 有些人说 会不会空气污染 那我也很承认 在我们工业社会里面 其实很多些 很多些 就是机械用的那些 解油 那些 或者很多些 是那些 煤矿那些 焦油的那些 那些 分化物 那还有呢 是 绿化那些 氢炭氧 那些 这些全部都可以这么说 是我们的工业社会里面的环境 是经常 遇到这些问题 那所以我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 污染的空气 其实都很多时候 都会导致 城市人 都市人 那个暗瘡 出现这个问题 那总的原因 就是我们身体的酸碱 那我和大家都分享过 酸碱的平衡很重要的 那我们身体 不可以太酸 也都不可以太减 那 因为太酸太减 都会导致我们身体 是脂身这些 容易脂身 就是引起 那个暗瘡 这种这样的细菌 那这两方面 其实都很重要的 那但是其实呢 一样东西大家都要了解到 就是在同类疗法自然医疗的 医疗概念呢 我们很强调呢 我们身体的病呢 有两个基本的因素 就是毒素内聚 和营养不良 那我们知道身体是一个 身体可以这么说 是我们身体 皮肤下 皮肤是我们身体里面的 最大的器官 那其中的皮肤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呢 就是什么呢 是将身体的毒素 是经过汗 来排泄出来的 可以这么说呢 我们身体里面呢 有很多毒素 多过我们的肾 和肝 是有效地排泄出来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要靠皮肤 那就是 很多时候呢 我们有些医生 会说呢 其实我们的皮肤呢 是我们身体的第三个肾 那就是呢 是帮助我们去排泄的 那很多时候呢 当那个 那些毒素呢 是排泥身皮肤的时候呢 那皮肤的那个 完整性呢 就受了 就受了冲击啦 那这个呢 也都看到呢 就会出现呢 这个那个 所谓那个 暗瘡的出现了 那大家知道呢 皮肤呢 是可以透气的 那我们 一种 一种透气的器官 大家可能都记得 珍士帮的出气 是吧 金手指的出气 是吧 那他将一个 其中一个帮女郎呢 就是一个女性呢 就全身拿漆油呢 完全封密了她的皮肤呢 她就会窒息而死的 那当然呢 就是如果你不能够 不立刻透气 那这个是一个 就是皮肤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排泄器官 也是一个 是一个 用来透气的器官 那如果我们 我们的毛浪呢 完全失去的时候呢 那我们这些 里面的那些 那些微生物呢 就会很容易滋生的了 因为其实很多 氧气呢 很多时候呢 是会 就是 可以阻止 我们那个 那个 细菌的滋生的 那所以如果 有些蜂蜜的地方啊 不洁症的地方啊 就是所有的 物先赋而后重生呢 那病菌就很容易滋生的了 那当然呢 我们也都知道 可以用 太阳呢 也是一个 一个很好的 清洁 来到细菌的工具来的 那 那讲开排毒 我知道呢 高签的饮食 是可以帮助我们 大肠排毒的哦 那 在最近的新闻 有提到呢 直肠硬本来是 香港第二大杀手 那 那现在最近是 升到第一位哦 那 那其实洗肠 是否有帮助的呢 那我也都知道了 大家可能在报纸上也都看到了 那 以前的大安娜王菲 是不是 那她还没去洗肠的呢 那人家当时的 那些报纸那些报道 问她为什么呢 那她发现呢 那她发现呢 洗肠呢 可以令到她的皮肤更加干净的 那我们 那我们的中心里面 大肯治疗健康中心的 香港碗腸水疗中心呢 其实我们很多客人来的 那其实有些客人呢 你问她为什么要来洗肠呢 其实她说出的原因呢 都是因为可以令到皮肤更加干净 那很明显呢 就是我们 洗肠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来的 好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转头回来 继续第二节的 自然疗法与理 原医生会和我们分享 饮食方面 如何去处理暗疮呢 我们平时喝的水 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理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暗疮的自然疗法 袁医生刚才和我们看到 很多暗疮的成因 我知道你现在会和我们分享 一些关于饮食方面 医食同源 如果改良了饮食方法和习惯 会不会对暗疮有帮助呢? 在我们的饮食方面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大家都开始听坊间诚 很多人都说 生机饮食 吃肉食 我们在这方面 可以这样说 自然的生机饮食越多 我们的皮肤就越容易干净 和容易的康复 例如生机食物 例如有些含有Oxolic Acid 这种叶酸 例如杏仁 红菜头 腰果 和Swiss Chard 这种植物 菠菜 Rubar Rubar不是那么多 在外国很多时候 会用Rubar 就是Rubar Pie 这都是生机食物 当然这些食物 因为叶酸 Oxolic Acid 比较多 也不能太大量吃 小量吃就比较好些 还有我们可以吃多些水果 记住 对我们的水果 很多是水分高的水果 例如西瓜 我也在这里 我也和大家分享过 西瓜 原来是一个很好的食物 除了西瓜之外 尤其是西瓜皮 记住 吃了西瓜 记住不要把白色的部分 尽量吃多些白色的部分 当然 如果你搅拌西瓜汁 白色的西瓜肉 和白色的部分的西瓜皮 来搅拌汁 其实都可以的 那些汁都是比较清甜的 菩萝 菩萝 通常是贝殻类的食物,例如蚝、黄豆、 完整谷类、新菌类、香蕉的瓜子 和少量的生的果实 我知新是一种抗细菌的工具 也会帮助我们的身体制造油的皮肤 是一个主要的成分 可以减低我们的皮肤爆发 和帮助我们的皮肤博客得更好 当然在饮食方面 维他命A、维他命C、维他命E 和必需要的脂肪酸 也会对我们这方面很有帮助 维他命A对我们的癌瘡非常有用 但当然不可以过分用 维他命A比较上可以叫做脂溶性 也会聚集太多 当然一般人都很难吃得过分 所以说是这样说 大家一般来说都不需要太过戒怀 太过害怕等这些东西 维他命E 水方面 每日起码喝足8杯水 水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 其实很多人的毛病 尤其是年纪大的人的毛病 很多时候都会喝水不足 有什么食物要戒 酒精、牛油方面 咖啡因、芝士、朱古力 咖啡因、植物、冲凉、鸡蛋 油肥油肥肥、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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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肉类、又辣、又浓味的食物 当然,轻化的植物油是最差的 人造牛油,肉类,鸡琴类,小物,汽水 还有很多食物含有brominated的植物油 植物油是经过bromine这种气体去处理过的 这种食物在标签上大家小心看,尽量去避免 还有,有些情况,人们可能对乳品食物有问题 所以试一试,一个月内完全不要折腾食物 看看这方面有没有帮助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暗瘡是因为 我们对牛乳类的食物敏感 因为牛乳类的食物脂肪成分 可能会将这个问题更加恶化 现代的牛乳和动物的食物工厂 很多时候,它们有很多荷尔蒙和激素 所以这些都会搞乱我们身体的天然荷尔蒙的平衡 所以这些食物都要小心 但如果你说我对牛乳没问题 我对乳类的产品没有什么敏感问题 你当然可以多吃这一类的 比如低脂肪的乳酪 这些乳酪是会帮助我们保持大脏里面的健康菌绿 还有什么可以做呢?就是不要剂糖 因为我们的糖分会破坏我们的免疫功能 加上我们发现 暗瘡的人身体里面 很多时候对葡萄糖的抵受力 其实是很严重的已经减弱了 所以我们有一种说法 暗瘡是什么呢? 暗瘡是皮肤的糖尿病 原来我们知道糖分会增进炼猪菌的生长 也是导致我们的暗瘡出现 所以这个糖分一定要尽量减低避免的 当然所有精炼的食物 不要用那些有含多癫的盐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有些人是对那个盐里面 或者对癫质是有反应的 有很多人的那种暗瘡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也要留意一下 会不会因为这个问题 导致我们身体的含颠性的食盐 都会有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身体需要酵素 酵素是将我们身体的食物的养分 将它来制造肌肉的组织 神经细胞、骨头、皮肤和线体的组织 因为我们过分精裂的食物里面 已经很少酵素 可能它会因此破坏我们的皮肤 和皮肤那些我们叫做 那些抑制的结合物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小心的 万一你对癫症是有敏感的 如果你对癫症的人 当然海带类、洋葱类、鱼 可能吃了之后会特别差 这个很大机会 因为你对癫症这方面是敏感的 当然时不时我都可以用断食 断食起码可以令到你暂时避免食物敏感的问题 所以有些人经常说 我断食什么都医治到 其实有很大机会 就是因为你对有些食物是敏感的 那你不吃任何食物之下 你肯定是避免了这些敏感的食物 所以有些人在断食期间 皮肤都干净了 那还有一些就是用洗肠 用洗肠将身体最脏的地方可以清洗 好了 那我们的身体里面需要清洁 但很多时候 那些人是用一些很粗造的肩液去洗 那当然 如果你洗得太多 是对皮肤有伤害的 所以尽量用一些自然的 天然的肩肩 那就不会过分来刺激它们 那也有些人就因为化妆品很明显 有些人是自己知道的了 化妆品一查 那些黑头 那些乒乓品都出来的了 那所以呢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尽量是避免用这些一般性的化妆品 那好了 那有些清洁方法呢 那有些人就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苹果醋 苹果醋酸 苹果醋酸 可以用有机的苹果醋酸 混合水 可以用在我们的环柱 那有时候可以用什么 用柠檬汁 柠檬汁,柠檬汁是一种漂白的作用 还有用西瓜皮这些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 也有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衣服的磨擦 比如有些人穿那些准备的衣服的磨擦 也会导致我们的暗瘡的情况出现 也有很多人说我好好的好的 但一考上试我就不行了 当然压力压力会影响我们的荷尔蒙的改变 导致那个暗瘡会发索 当然每天晒太阳15分钟 因为维他命D3在太阳里的维他命D3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维他命不是只是维他命D,不是只是维他命 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荷尔蒙 最静言,原来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甚至乎这么说,维他命D3是可以防癌的 那么最便宜的维他命D3当然是什么呢? 是晒太阳 那就是那个定期性的运动 那当然了,睡觉很重要 很多人熬夜,熬夜后生日一熬夜之后 暗瘡又会爆发的 那尽量都是不要用那个 就是那些雷固醇 因为始终的雷固醇都是指标不自本 雷固醇对皮肤的破坏其实是很严重的 那在我们过去处理皮肤问题 无论是暗瘡,湿疹,来我们诊所接受治疗 其实我们发现,如果病人是没有用雷固醇 或者没有大量皮肤被大量的雷固醇破坏了 其实医治的那个不是那么困难的 但如果他因为被雷固醇 或者已经依赖了雷固醇 那会导致我们的治疗方面有点比较困难 好了,那除了我们曾经说的饮食 其实很多人都尽量去做的 做得多少做多少 也有很多我们的病人都说 其实我做断食是有帮助的 但他又不可以一小时吃 都这么想,他又要吃的了 很多时候问题又会再发作 那除了自己饮食方面的调校 还有什么的营养补充剂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那个抑菌 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抑菌 腸脏里面是需要抑菌的 那还有那个洛 洛是硫黄 洛是帮助我们的血糖的处理 我曾经所说的 暗疮可能是一种叫做皮肤的糖尿病 那有一种是胶性银 大家都听过了 胶性银是一种一半年历史的 一个天然的抗生素 在抗生素未有之前 其实我们用胶性银的 效果其实一样那么好的 但当然这些胶性银又便宜又正 没什么钱赚的了 所以抗生素出现之后 那个胶性银的应用 在医学界就慢慢被人打压了 幸好那个胶性银是因为有过一半年历史 所以在那个法律上 它有一种叫做grandfather course 即它不可以打压它的 因为它已经传统用了很久了 所以那个胶性银一直被保留到今时今日 所以大家还有机会用得到的 好了那油脂 是不是很明显和我们饮食的食物里面的油 所以阿麻子油 还有最近发现我有一种叫做hemp oil hemp oil是什么呢 是那个麻子油 火麻人 hemp oil 其实英文叫cannabis 有些人说好像跟大麻那样 麻是有很多种的 大麻有大麻的 那这个是麻子油 就不是大麻那种的 好了那上这个 甲 维他命A 维他命B杂 尤其B3限纳的cinema 是特别是将那个血液循环 可以带入我们皮肤的表面 这个也很重要的 那维他命C C杂 等于说维他命D 那还有呢 是新 星 就已经说了 好了那还有其他一些 就是大蒜 业绿素 这些全部都是 在这方面是非常之有效的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 卵卵脂 那 那 那个Cy 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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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都导致呢 就是澳洲那方面 癌症都比较多的 嗯 那很多人经常以为呢 是因为我们的澳洲里面太阳太多啊 那其实不是的 是Cy 那还有酵素呢 酵素呢 酵素呢 其实呢都是非常之有效的工具来的 好了 那除了这个呢 亦都可以用草药啦 西草药呢 用牛绑啦 Dandy lion Dandy lion Dandy lion是什么 蒲公鹰 蒲公鹰 那蒲公鹰呢 那蒲公鹰是帮助什么的 排肝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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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肝是我们的化工厂来的 所以蒲公鹰啦 还有奶子啦 叫milk fizzle 那个精文叫奶子 那还有一种叫做red clover red clover 是什么呢 是红三叶草 那这些全部呢 有一种清 我叫做cleanser 血的cleanser 那个red clover呢 我叫做血的cleanser 那那个奶子啦 milk fizzle 那个蒲公鹰啦 那这些全部呢 是帮助我们的清肝的 是 那肝是我们的身体的化工厂来的 那我当然有时候可以用面肤的方法啦 那我们可以用一些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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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浸一些 蒸气肉啦 那来到帮助 是蒸一下那个 那个皮肤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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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这些文章关于健康那些小品的文章 其实都会提及的 我常常都教过那些都不是什么的 很多人都知道的 也很多人都试过的 但是如果你发现用这些工具 饮食戒口什么都做过 其实都不行 那做了什么方法呢 很多这些病人试过这些方法 不行就开始来找我了 那我用什么呢 在最后一关我就会用同类疗法 那相信大家都应该都知道 同类疗法有成二百五十年历史的 是西方的第二大的 即是地球上的第二大医疗 有五亿人口用 有五十五个国家 有政府认可的同类疗法医生的 那在我的临床的用途 那我大部分的病人 其实可以说我主要都是用同类疗法的 因为你懂得来找我们的病人 其实在某个程度上 我曾经所教过那种 简单的治疗法那些处理方法 试过之后都不行 或者很难做 对不对 就是你经常要来到戒口 其实都是挺辛苦的 那结果呢 我通常呢 我就会用同类疗法的 那我过去呢 处理过很多同类疗法的 这个暗疮的案例 其实我们的成功率是非常之高的 在一个半年里面 半年一年里面 我当它半年左右 我们差不多起码有百分之七十八十的明显的改善 那有些呢 应该是应该是重 就是我觉得可能到到到到到可能到到到到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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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大的机会 那我们要用些什么呢 其实呢 我跟大家呢 就是稍微介绍一一两只啦 譬如如果我遇到一个人的皮肤那个暗疮啦 很多黑头啊 但是呢 它是很多浓的 那和呢 它是很痛的 特别痛的那一只呢 那我就用什么呢 用Hepasol Hepasol这个疗剂啦 那如果我有时候呢 发现那些人的面型呢 粗粗的啦 它有很多浓头啦 这些浓头呢 就是爆出来是黄黄的浓的时候呢 那我用什么呢 就用那个Calcium Calcarea sulfuricum 那刘花盖呢 那个阵营呢 包括很多浓头的 尤其它幻处呢 通常是面部的下面那里 或者嘴角啊 或者那个耳垂的那个位置的 那我就有 我试过我自己的经验呢 就用Calcium sulfuricum 那当然呢 硫黄呢 是和它疗化一个很大的 是多样化的疗剂啦 硫黄呢 当然是很多很多这些这样的 那个皮肤的问题啦 包括那些 那些Rosaise 那些红色的 那种这样的玫瑰 玫瑰座瘡这类的啦 那通常这些人呢 那个皮肤呢 就是很油的 而且呢 是很红的 很肿的 那同时呢 在男性方面呢 男性方面呢 是比较多的 那我最近呢 都有一个 一个病人啦 他可以这么说呢 他整个面都很红的 都是疯瘡来的 嗯 暗瘡是成疯瘡来的 很可怕的 还有呢 他整个面呢 那些暗瘡呢 直接成像豆皮那样 粗粗粗粗粗的 那结果呢 用我这个硫黄呢 那么修罚呢 加上有时候呢 配搭了那个流化盖呢 那是 都几个月啦 嗯 他的面呢 直接光滑了 还有呢 是平翻了 这个我也觉得 我自己也有点 很想提 觉得哇 这么厉害的 连直接光滑了之后 还是平的 那么脱粗的 我初初想着 这些这样的 这些这样的脱粗的 那些豆皮呢 可能很多年才会 好得回 那竟然呢 在同学疗法处理之下呢 是很快就好得回的 那所以呢 在同学疗法里面呢 我都有十几只常用的疗剂的 那只要我们能够 适当地配用呢 我们很多的暗粗的问题呢 都可以应人而解的 嗯 那大家都知道 同学疗法是 效用是最广和最有效的啦 那我知道袁医生 你行医了大概都 差不多三十几年了 最近会开班 教同学疗法 那这个同学疗法的班 适合些什么人来读的呢 大家都会想啦 是不是 其实呢 同学疗法是有这么长历史 那有什么事 那些人可以来找我们看的 是不是 始终 就是我们这方面的经验 差不多是三十几年的历史经验的 为什么我们开始要教呢 那大家都可能都已经知道了呢 其实我几年之前呢 我都成立了一家学校的 那这个叫做呢 是亚洲自然疗法 同学疗法的学院啦 那其实我一直都有这样的 的想法啦 或者我都开始呢 就要开始去 培训多些这方面的人才啦 那我们在九月初 大家可能都在我们的网子 都开始看到我们这方面的通告啦 那我会开始呢 是教授同学疗法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学呢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有什么事 就找个医生 对啦 找个医生就行了啦 那其实呢 我行医三十几年呢 我会体验了一样东西呢 虽然同学疗法呢 是那个效果是这么好 这么安全 始终呢 懂得用同学疗法的人呢 是很少的 同学疗法可以这么说呢 就是在今时今日呢 是作为用同学疗法行医的人呢 成功的也是很少很少的 那原因就是说呢 虽然同学疗法的效果很好 但是问题呢 很多人的问题呢 也可以说很复杂的 是 搞到可以这样 可以说疑难杂质特别多的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其实主要原因呢 就是呢 当我们初初有问题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懂得用一些 有效的正确的医疗方法 比如同学疗法呢 去处理它 往往呢 将这些所谓的急性病呢 是搞到变成慢性病 复杂了的病 那所以当他们去找医生看的时候呢 其实他的症状已经是比较好混乱的 那所以都是不容易处理的 好了 那要我们解决我们人类的 或者是香港人啦 中国人那个健康医疗上的问题呢 我们一定要用一种方法呢 是他令到他们呢 是很多机会用得到的 起码说自己用得到啦 对不对 那你自己学得到的时候呢 因为尤其是一些急性的问题啊 那譬如你说中风啊 心脏病化啊 或者撞云了啊 或者撞到不省人事啊 这些这样的情况啦 或者烧伤啊啊 那或者头皮呢 是破裂了之后 流血不止 其实这些东西呢 你一是就去 冲去医院啦 那其实医院里面有什么做得呢 其实都没有什么做得的啦 好的工具呢 其实都是 都欠缺的 好了 但是你说到你平复了之后 再找我们呢 其实都往往都是已经 迟了一点时间的 所以我发现呢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基本的教育里面呢 都包括了用同类疗法 处理一般常见的急性问题啊 或者创伤性的 我叫第一次性问题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 就可以大大改善的了 那所以呢 所以我在这里决定呢 如果我们一定要将 这个这么好的医疗方法呢 是广泛教授给更多的人用 那我们才能够呢 是令到我们的医疗问题 解决得到的 原来只靠一些小量的 小数的医生去 去用同类疗法医病呢 其实呢 是不够的 中国有成这么多亿人口 香港有这么多八万人口 其实呢 靠几位医生 去去用呢 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我觉得呢 其实最有效的方法呢 都是教导我们的香港人 去自己呢 用一种非常之有效 非常之安全 和那个即时见效的方法呢 在急性突发问题出现的时候呢 那一刹那呢 去立刻用 那这个呢 是除了你自己懂得用 学了之后 懂得用之外呢 其实你是没有 没有机会有这个 就是有这样的方法 可以人家帮你做到的了 那所以呢 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我就会是用深入展出的方法呢 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呢 是教导同学疗法呢 其实过去呢 都有很多人都去企图去教的了 那但是呢 教得好 或者教得多人用呢 其实始终呢 我觉得暂时都不是很见得到的 那我今次的教法呢 我们会有一种深入展出的 是一个比较全面地地教 可以说呢 是教一些专业人士 用那种的程度去教 那但是如果你是 你懂得教教得好的时候呢 其实在同学疗法 没有什么叫做淺 没有什么叫做深的 任何一个疗法呢 你用得适当呢 其实很严重的病呢 是一样医得到的 我最近有一个病人呢 他也都成为我的朋友 他也都自己最近跟我说 有一次他的肠胃很不舒服 那结果呢 就用了一个同学疗法的疗剂 用那个甘筋纳 甘筋纳箱的那个疗剂 那将他的肠胃问题呢 哇很快就搞定了 那接着呢 他太太呢 坐在旁边的太太又 是啊我最近有些 吃了些东西 对那些牛奶 那些不知道 可能食物有些问题 那吃到我弄肚痛 那接着我用马前指 Nuxvomac的 那些疗剂就搞定了 那接着呢 我跟这个朋友分享了 那你知不知道 甘筋纳箱呢 不单止可以医你这些 这样的一般性的病呢 我最近呢 我也都有一个例子呢 是一种Croned disease 黑龙性的肠胃溃扬那种病 这种病是西医没有得意的 通常呢 就是一路磨血磨血 磨到最后呢 就可能就死了 是 抗生素都禁止那段时间 那结果呢 我就用这个甘筋纳箱 这个疗剂呢 将它呢 它正常控制了 起码呢 它整个五个月都不发作 是 那你知道吗 它是用了几剂的呢 一个一个礼拜 十几剂呢 那它将它的病情呢 好多 控制了整个五个月了 那你想想一下 那你想想一下 就是一个简单的疗剂呢 不单止可以 直接帮助你自己 帮助你家人呢 可以在一个 关键时刻呢 可以救到你的命 也都有机会呢 可以处理到呢 一般医生都不会处理的病 只要你学会了 用同类疗法 那么同类疗法 总的好处呢 就是它绝对是 不会有副作用的 是吧 就算你不识用啊 用得不太准确 其实没有问题的 只是 就是你 用得对呢 你会有很神效的 然后的 效果 所以我就在 我希望呢 就是我 我深信 如果香港人呢 是在我们的通识教育里面呢 是包括了 要每一个学生呢 都要学会 和疗法 起码基本的 几十个疗剂呢 其实我香港的医疗问题呢 我深信呢 是会很快就解决得到的了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呢 就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啦 那我就可以来到报名下 那我们那个课程呢 是会 是今次呢 会八个星期啦 那每一 每个星期四晚 七点到十一点钟 四个个钟头的 那我就会呢 就开始呢 就 深入浅出地呢 是教大家呢 怎样用 用大概 三十几到五十只的 铜力疗法的疗剂 那 其实不难 至于大家 有心想喝呢 相信呢 一定呢 就是会得益良多的 好 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啦 那好多谢完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完医生会诊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完医生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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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